晚安 歡迎收看《臺時晚間八點新聞》 我是王李仲燕 新聞開始帶來關心的是政治焦點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回國到現在都沒有公開行程來獻身 但是他選擇跟柯文哲還有王金平碰面 就是不見國民黨內想要居中協調的大佬們 郭台銘的核心幕僚 劉宥彤今天受訪時 透露了郭董的心境 是精神所至但矜持不開 因為之前郭董幫韓國瑜給建議 還幫他找倫敦演的設計師來設計愛情摩天輪 但是韓國瑜卻沒有回應 劉宥彤還引用了鴻海高管的比喻說 有一間公司CEO做不好 員工反而是拱陪大家泡茶喝酒的副委會主委出來 言下之意似乎是在暗指韓國瑜 對此韓國瑜在競選辦公室回應 感謝郭董對高雄市的貢獻 當時的確在時間安排上有很多地方難以周全 韓市長也以向郭董市長致歉並且說明 而且很感謝郭董幫忙 郭董打算參選的傳聞滿天飛 不借韓國瑜電話卻跟科文者王金平都碰過面 韓國瑜團隊只能請黨內大佬幫幫忙 我們自己也非常的積極聯絡郭董市長 那雖然一直沒有跟郭董市長見上面 所以我們也拜託吳主席或者是我們的馬前總統 能夠透過他們的私人的私交跟我們做安排 那我覺得這只是早晚時間的問題 只是大佬們其實也束手無策 馬英九坦誠聯絡不上郭台銘 王金平在高雄跑行程 給韓國瑜八字真言 說要用誠意感動他 談到誠意 郭台銘核心幕僚有話要說 他說出選前郭董做了許多事 像是幫忙採購農產品 還幫他聯絡倫敦演設計師設計愛情摩天輪 但韓國瑜卻沒回應 其實過去三個月金石所至 金石沒有開 這個大概是郭董市長對韓市長的狀態 劉悠彤還加碼引述鴻海高管的描述 暗奉韓國瑜像是一間公司的副委會主委被拱出來取代CEO 針對郭震營用副委會主委形容 韓國瑜選辦也立刻發聲明回應 曾經就時間安排問題向郭董致歉 也強調期待和郭董見面 更期待能夠有機會和郭董一起暢談改變台灣的藍圖 只是郭董如果鐵了心不讀不回 恐怕藍營的團結永遠只是空包蛋